张阿姨,今天我就跟您一块儿去学做这个丰收的鱼宴 一般鸭嘴鱼咱们这儿都怎么吃啊 有清蒸的,红烧的,还有豆豉蒸的 就是这些做法,其实我在别的地方都吃过 但是我们今天要做一种独属安康的做法 对,我们今天做个酸辣的 咱们安康爱吃酸辣口味的 酸甜不吃酸,走路大窜窜 那我们今天从哪样食材先开始呢 我们就先做鱼吧 和鲜鱼一样,鸭嘴鱼没有鱼鳞 手起刀落间,张阿姨已经将这条肥硕的鸭嘴鱼 片成了鱼片 就这个鱼肉其实摸起来 就感觉有厚度,但是一点油脂都没有的感觉 对 这里面怎么像摸起来像那个果冻一样 它就是骨髓 吃起来特别的好 也没有尺 而且相当粗哦 鱼头上的肉好像并不是特别多 鱼头上 是吧 可以吃啊 能开始锅里拉一下的这个筋取出来 斩断带着鸭嘴的鱼头,冷水入锅,焯水后捞出 以这样的方法取出鸭嘴里的巡浓筋 哇,就是一个完整的嘴巴里的骨头 嗯,然后其他的这些像边角鱼料啊,这些怎么处理 就腌制嘛 鱼片清洗干净,以姜蒜,花椒,盐,五香粉和料酒为料,抓匀后腌制 鱼已经腌上了,现在我们开始处理神仙树叶,所以我们今天是用它来凉拌吗? 今天咱们把这个叶子拿来做豆腐 用树叶做豆腐,这将会是一种怎样的豆腐呢? 现在看不出什么变化呀 第二则倒它嘛 用擀面杖 对 等到树叶全部都变贪软,变色后,用擀面杖把它捣碎至浆糊状 然后再用手不断揉搓,用力挤出树叶的枝叶 如此这般的操作,还真是有点神奇呢 好,现在都变成特别粘稠的液体了 你看里边就像浆糊一样 现在我们就到里边过滤吧 把已经变成浆糊状的树叶,通过纱布滤掉叶渣 只留下浓稠汁叶 迅速加入适量草木灰水,顺时针搅拌均匀 张阿姨说,这种神奇的树叶之所以能做豆腐 是因为其含有很丰富的果胶 草木灰水的加入,则能起到凝固的作用 这个神仙豆腐到底最后能变成什么样?半个小时之后揭晓 然后您又拿出来了一条鱼 这是鲸鱼,炖汤吃的 那它跟鸭嘴鱼又有什么关系呢? 可以在这个煲成汤,倒这个鸭嘴鱼里边烧,它更浓 所以你要选做汤最鲜美的鱼 搭配鸭嘴鱼一块做这道菜 是的 鸡蛋煎至两面金黄,起锅备用 锅内放猪油,油热放鲸鱼 同样煎至两面金黄 锅中烧开水,将煎好的鲫鱼和鸡蛋一起入水炖煮 沸腾的鱼汤,奶白鲜香 果然,高手在民间 现在这个鱼片也腌好了 现在都配点粉,放锅里一炸 还要打一个鸡蛋清 作用是? 主要那个鱼,免上光滑嘛 吃的滑润 腌制好的鸭嘴鱼片 裹上蛋清和生粉,搅拌均匀 在七成热油温时,鱼片下锅炸制 火候的拿捏,张阿姨早已了然鱼心 好,下面就是要备料了 对 咱们今天用到的一共是七种泡菜 对 这个是泡的是姜豆 泡姜豆,这个我吃过 这个就是红薯杆 然后这个是泡椒 这是自己种的辣椒 辣不辣? 辣 辣得很 你说辣 阿姨开始流口水了 流口水了 泡菜坛里常年腌制的辣椒 姜豆 胡萝卜 白菜 红薯杆和白萝卜 白白嫩嫩的豆腐都已备好 这时静置了将近一个小时的神仙豆腐 也已经完成了自我塑形 太神奇了 这就是神仙豆腐是吗? 坦坦的 我们这儿也叫神仙凉粉 我们平常做的这个是要凉条的 它要嫩一点 要软一点 口感是不是更接近凉粉 对 吃到嘴巴软软的 那像做成这样是不是给它切了 就像切豆腐一样 是的 这晶莹剔透 似翡翠般的神仙豆腐 看上去清爽又水灵 晶莹矮刀切片备用 猪油下锅 葱姜蒜爆香 豆瓣酱和各自泡菜入锅 随后 奶白色的鲫鱼汤倒入 鸭嘴鱼片滑嫩入锅 两种豆腐紧随其后 最后撒几片霍香叶 轮火慢炖 趁此间隙 张阿姨将鸭嘴鱼骨入锅油炸 继而爆炒 熊熊烈焰中 干边鸭嘴鱼骨香辣出锅 一鱼两吃其味无穷 丰收佳燕拉开帷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